随着暑期来临,张家界游持续火爆韩国市场。 据韩国旅游网站调查预测,今年7月至8月期间, 热门海外旅行地排行当中,中国张家界位居第二。 为应对韩国游客高峰,张家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了多项便利服务措施, 为航司规范运营国际客运航班提供指导的同时,助力入境游客快速过减。 再踏上张家界之旅的第一站,便感受到当地的热情与友好。 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坚持定期开展这个韩语培训, 因为出入张家界的韩国游客大部分还是以老年人为主, 针对这部分老年人,他们出入境的话可能有一些不熟悉流程的这种情况呀, 我们就是说会在现场配置相应的警力,对于这个韩语比较熟悉的, 同时会提前与航空公司旅行社沟通, 对于旅游团和个人游的,提供不同的这种通关的指导。 张家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教导员朱慧介绍, 对于团队游客,他们会提前和航司及旅行社沟通, 在登机前或飞行途中为不同旅行团的游客护照上面, 贴上不同颜色的序号标签, 方便他们下机后第一时间找到各自团队, 集体快速过减。 对于个人游旅客,边检站也会联络航司提前发放外国人入境卡, 指导他们在飞行途中完成填写, 避免落地后因相关事宜耽误过减时间。 此外,边检站还会根据航班次数与出入境游客人数, 调配警力开足开满过减通道, 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削风。 记者了解到, 为给韩国游客带来良好的旅游体验, 张交界各个景区也在旅游导览图和道路指示牌上特意进行了韩语标注。 许多景区工作人员甚至本地商贩还具备简单的韩语交流能力, 以此拉近与韩国游客的距离。 对于张交界提供的贴心服务, 已经在此游览了三天的韩国游客金先生称赞不已。 他说,在韩国,张交界因独特的山川风景和较短的飞行航程早已声明远播, 此次来到张交界也是慕名已久, 没想到这里不仅仅色美,游客服务也是一流的。 在韩国,张交界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那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医生必须来一趟张交界。 我这次来到张交界感觉非常好,不许此行。 当然,我回去之后也会将张交界介绍给我的朋友, 有机会还要和他们再来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